福宝也太聪明了吧 包笋皮的时候知道用脚脚顶着竹笋 手脚并用的样子太可爱了 其实将爷爷早就夸过福宝的这个技能 爱宝和乐宝都不喜欢手脚并用 只有福宝喜欢用脚趾勾着吃东西 这算不算福宝无视自通呢 福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的脚趾原来这么好用的 这样就可以解放另一只手了 考古一下福宝小时候的视频 就可以发现其实福宝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技能了 福宝很喜欢这个动作 在视频中经常可以看到福宝做这个动作 和妈妈抢东西吃的时候也不忘了用脚撑着 甚至有时候还喜欢边吃边举脚 像不像小朋友有问题举手的样子 蒙翻人不偿命啊 福宝目不是吃可爱长大的吧 除了这个独特的姿势 其实福宝的很多吃相都是遗传自爱宝和乐宝的 比如这个大老是吃相 一只手搭在靠背上 两只脚分叉摊开 45度仰望天空 霸气十足 气场有两米高 跟他老爸乐宝的姿势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坐着坐着就变成葛优贪了 福宝还有很多姿势都是放荡不羁四仰八叉的 相比之下 爱宝的姿势就优雅很多了 坐着的时候永远像个大家闺秀 很含蓄的样子 根据坐姿就能一眼分辨出这是福宝还是爱宝 福宝跟爱宝生活了两年 福宝还是学会了爱宝的很多姿势的 比如爱宝喜欢翘着脚脚 福宝有时候也会翘着脚脚 看起来是不是一模一样 母女俩也太会做身材管理了 一边吃饭一边拉伸腿部肌肉 果然大美熊也是需要自律的